法羅里達州陪審團判定麥當勞賠償烫箱女童80萬元 其原因是一位母親於2019年在麥當勞購買雞塊 並遞給後座4歲女兒市 一塊雞塊跌在其女兒腿上長達2分鐘 造成女兒腿部二級烫箱並留下疤痕 後來該母親向麥當勞和特許經營商提出訴訟 要求賠償1,500萬元 她母親指責麥當勞未向消費者警告熱食的危險 麥當勞在法庭上稱 他們遵守食品安全規定要求雞塊足夠熱 以避免沙門士菌中毒 陪審團最終判定麥當勞未能提供安全處理餐點的指示 特許經營商有疏忽 未能警告消費者熱食的危險 判決麥當勞及特許經營商共賠80萬元 目前尚不清楚麥當勞及經營商是否提起上訴 матери醫師記者編輯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